HELLO 大家好,我是Brandon,澳洲FBA官方认证贷款经纪人LINK的信贷顾问 最近收到很多不少咨询500签证贷款买房的问题 比如500可以贷款吗?有什么限制条件呢?等等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500贷款的收入问题 到底有哪些收入可以被银行所接受? 首先在贷款中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常识 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在贷款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澳洲500签证就是学生签 在贷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周最多只有20个小时合法工作的时间 这部分收入满打满算去使用 即使时薪再高,对于贷款来说大概率是不够的 下面我们以Camber城市中心60万公寓为例 如果贷款比例75% 这就是45万的贷款 假设500签证时薪25刀 每周工作时间20个小时 那么年收入就是2.6万 这样一个收入很明显不足以满足45万贷款 而这就形成了一个冲突 我想要去买房,但我收入不够,怎么办? 这个冲突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那么500贷款中到底用哪些收入可以使用呢? 下面要我来一一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个就是申请者本人在澳洲的收入 这一部分我们不加赘述 简单来说就是申请者本人在澳洲的合法工作收入 除此以外还有三大收入来源可以使用 那么第二就是父母的海外收入 这个收入就是说 无论说工作也好,生意也好 您的父母所拥有的稳定收入 并且澳洲的部分银行可以接受多达26个国家的收入 我举个例子 比如您的父母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工作 这个收入可以被银行接受吗? 答案是接受 简单来说就是您的父母在您的贷款申请中 处于一个sponsor或者garentor的角色 为您在澳洲贷款申请的部分增加更多的筹码 那这第三部分的收入呢 是国内投资房地产的收入 这一部分收入您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您的整个家庭不一定等于自己 可以是您的父母 在澳洲或者国内拥有商品房 居住房、商铺、写字楼、甚至是工业区 这一部分的租金收入都可以被银行接受 作为您贷款收入中的一部分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其他的投资收入 这部分收入是这样的 您的家庭如果购买了澳洲或者国内的 理财、产品、股份 所带来的分红收入 同样也会被银行所接受 所以综合了我们以上所说的四种收入 总的来说 500贷款是不是不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反而相比于PR或者City人多了很多优势 最后呢我想小小的提一下 以上收入不仅仅限制于500签证 任何持有澳洲合法签证的海外身份贷款者 均可以纳入考虑 如果您及周边的朋友对500签证贷款有疑惑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分享 添加我微信或者拨打电话 贷款路上的问题有很多 让我们一起前行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好朋友 Link小白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